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是一个天苛的车的话 就不是一个跑车 或者一个很注重越野的车的话 那作为一个日常代步上下班的这么一台车 那我对它的辅助驾驶的要求就非常的高了 那像这次啊 我拿到的就是一台奔驰的新一级 我来感受一下它的辅助驾驶的表现怎么样 它现在是已经可以去选配一套目前奔驰所能开放的最高级别的一个辅助驾驶了 说到这个辅助驾驶啊 就得必须说到这个辅助驾驶的几个级别 像L1 L2 L3 L4 那这几个级别分别对应的就是不同的这种能够让车辆自主驾驶的程度 那么目前我们国内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能够去使用的辅助驾驶级别其实就是L2 L3 虽然有一些品牌已经在宣传了 但是在绝大多数的这种公路上你还是不能用的 只有在极少数特定的测试区域内才能够去进行测试使用 那像这台奔驰全新的E级它用到的辅助驾驶系统其实就是标准的一个L2级 然后我呢 现在开着它就是在这个连时路上好好的来感受 为什么选这条路呢 就是因为这条路就是我每天经常开着我那几个新能源品牌上下班的一个路 因为我每天都会用到辅助驾驶 所以这样进行出来的对比和感受 我觉得可能会更加的准确一点 这次拍摄之前啊 我已经是开过几次了 感受过几次了 然后表现确实还不错 大概它的表现我给大家形容一下 就是这条路上因为它整体是一个封闭路 然后再有呢 就是它很多这种弯道的曲度会比较大 所以在这条路上呢 你就能够感受出来说 它在直线的不用说了 车道保持啊 还有跟前车的距离啊 等等等等 这些做的都没有违和感 但尤其是在一些弯道曲度比较大的弯路的时候 它是不是能够把车道的居中做的很柔顺 这个就很考验它的这套辅助驾驶的一个能力了 那么目前看来这几趟开下来 这台车在这表现的都毫无违和感 跟我的那几个新势力品牌的表现都非常的互相上下吧 而且呢 还有就是一些在有车并线进来的时候 它处理的也都很柔和 就是它会慢慢慢慢慢慢减减速 然后就把车让进来了 总之呢 就是在这条连续路上它的表现是没有什么瑕疵的 而且还有呢 就是当你比如说波动转向杆想要并线的时候 比如说像现在 你看 像左侧的盲区 右侧的盲区 当你去要进行一些什么操作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盲区的提示 这也算是整个ADAS系统之中的一部分 另外还有就是它的这个HUD的抬头显示 不仅能够把什么车速啊转速啊这些东西显示出来 它还能做什么呢 就是把所有的关于ADAS系统 你正在使用的这个状态也显示出来 比如说现在是不是在辅助驾驶的过程当中啊 还有跟前车保持着这个距离啊 你像现在里面能够看到的显示就是0米 50米 100米这样的一个距离的标尺等等等等 反正这么来回来去的开来开去 我感觉现在这个奔驰新意的这个辅助驾驶表现真心是可以的啊 我为什么那么看重这个配置呢 其实就是因为当我们在比如说堵车呀 或者在跑长途啊这种情况下 那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枯燥且无聊且容易疲劳的这么一个事 那在这种情况下人去操作 那你说走个神啊 是吧 这个犯个困啊 这种情况还是容易发生的 你并不能做到一个很大比例很高的一个安全性的保证 但是这件事对于机器来说 那它能够保证安全的概率就比人明显要高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主动安全的配置 我强烈建议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新奔驰一级的在封闭路上啊 在高速上啊 辅助驾驶的一个表现 当然了这个我所谓的封闭路上的辅助驾驶只是整个ATX系统之中的一部分 等一下呢 我们还会去到一个比如说我们日常能见到的那种停车场 停车位去给大家演示一下这套系统它停车辅助的表现如何 快到档 停这个位置 快到档好了 现在它开始就要自己往车位里停了 现在就是车已经停好了 然后如果我是个新手的话 有时候开出车位其实也是一个挺麻烦的事儿 那现在我就用这个使出车位功能啊 确认 然后也同样是挂道档 它会先自己往后来一点 然后把位置摆好了 现在在这种情况下 它已经给你挂到地档上了 给油 走 就可以了 走就可以了 走 就可以了 走 就可以了 走就可以了 怎么样 这趟感受下来 这台新一级在环路上辅助驾驶的表现 还有在自动驳车方面的表现 是不是都非常非常的不错 而且我坚决认为 就是随着技术慢慢的提升 然后法律法规对于辅助级别所放开的程度 也会有一定的提升 总之就是辅助驾驶这件事 会让我们的驾驶变得越来越简单的 同时也会越来越安全